你覺得自己的生活有什麼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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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其實所有東西都在消失 不是只有單一一項東西 對我來說一個家 隨著親人的離開 或者是大家長大 其實這個家其實是不斷的在消失當中的 物質的東西我覺得是很容易可以被填滿或找回的 這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我特別在意的一個環節 我覺得是傳統的母語文化 或是一些長輩留下來的一些儀式 一些街景那些都是正在儀式的回憶 還有一些民俗記憶 像之前看一部電影叫《紅盒子》 就是這樣布袋戲都快消失了 那個文化真的是沒有人在接下這個一波 我們最不想消失的是同年的想像力 因為我覺得隨著年紀再長大 你才回想到以前都是隨著大人的邏輯 或是思想上的邏輯 或是怎麼樣都會有一個規定的正確的道路在行中 可是當你在想到說 欸為什麼我不試著走別條的時候 好像來不及了 小時候可能都會 比如說我想從高樓跳下去 我會想好路徑要怎麼走 怎麼走怎麼走 但是其實那是不可能 但唯一有可能就是在音樂上的發號 所以我覺得同年想像力應該是 最不想通識的 我從小就跟爺爺奶奶的感情也很好 那其實在大概四五年前 爺爺奶奶就是同一年妹相繼離世 對我來說打擊非常的大 也非常震撼 就是以前我覺得習以為常 永遠不會消失的一件事情 就這樣突然消失了 對於這部分的情感的連結是最強烈的 這首歌現在叫做 我夢見了小叮噹 它裡面包含了幾個層面 一個是 夢見了這件事情 表示說我確實有做了一場夢 那一場夢其實是 可能是不存在的 可能是存在的 我在某個空間中 我夢見了小叮噹來抓我 小叮噹這件事情 它其實這個名字是有一點 我覺得它是有點意義的 所以當我今天會叫出小叮噹的時候 我覺得會有很多人的回憶會被喚醒出來 他把小叮噹出現在夢中這件事情 用小叮噹這個詞隱喻成 你對於某件事情的懷念 某個物品的懷念 或某個人某份情感的懷念 這首歌用這種方式去唱出 我心中的那份感覺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棒 而且非常有感觸 我把屬於記憶那件事情 擺在門後 人觀者其實是在門前去窺視 他過去的那份記憶 那份記憶其實你可以窺視 然後他不完整他有點抽象 因為他是一種情緒的混合體 但是你又可以感覺出 他是不斷的在流逝 你沒辦法抓住他 這個門跟小叮噹 跟我的作品 其實我覺得是找到一個最好的 一個連結的方式 東京講到這件事情我覺得 你所害怕的是 我好希望他能夠再回來找我 我希望這一份感情 跟這一份眼光 這看世界的態度可以再回來找我 但是我找不到了 所以 有點像是一個 那首歌本身就像是一個夢境 然後 我們想記錄的這個東西 叫做 童年的想像力 那希望大家 希望我們都還可以保留著 很好玩很好奇的 這個態度去看 這件事情 這個世界 有些人 誓詞 我們不相度快 這附音真的 他最佳的 我 這裡 我們不在 我們都會 我們不在 我們可以 你